也曾经琢磨过 后来更寂寞 我们忙留下的切实都没有 时间在疯化每段记忆 慢慢地重化每段秘密 你听吻我曾怀疑 仇恶破身一代的 2022号声音 六期节目之后迎来盲选收官 全国24强学员正式诞生 我们一起来看看 四大战队的六强学员都是谁呢 李克勤战队苏凡军 叠掌梁玉盈王以诺 如今姚宇生 梁静如战队 谢天宇 董明硕 黑道乐队 潘运奇 杨灿 卓海豚乐队 你的姿态 你的青睐 此言死在你手上 让你 Paste in this world Enjoy your life 廖昌永战队 彭忠豪 周飞哥 钟凯玲 王泽鹏 林润兴 范本彤 李荣浩战队 蔡紫一 刘琦 李楚楚 邝宇 张艺文 杨淳 以上就是今年的全国24强学员 很多网友都说 今年学员的整体阵容不强 主要是没有一个特别惊艳的学员正场子 确实第九季诞生了单一纯那样的现象级学员 第十季至少还有五颗月王静文那样的热闻学员 而五颗月王静文相比善一纯 实际上也没有可比性 然而到了今年的第十一季 就连一个跟五颗月王静文相比的学员都没有出现 这就让人不得不着急了 在李克勤战队中 稍微还有点话题的是梁玉莹 从各方面来看 梁玉莹在本季学员中算是比较突出的 很多网友都说她有冠军相 可即便如此 梁玉莹比起去年的五颗月 似乎也有很大一节差距 梁静如战队中 网友们比较看好的 是本季年龄最小的学员潘运奇 甚至还有网友说 她就是第二个单依纯 因为她跟单依纯一样 都是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 都是18岁参加好顺音 不过在我看来 潘运奇不可能是第二个单依纯 单依纯盲选结束之后 就凭借永不失恋的爱 火起来了 可潘运奇目前还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廖昌永战队 两个衬衣男肯定是最吸引观众眼球的 然而 这两人估计都走不了多远 彭中豪是回锅肉 参加过快乐男生 程度唱区10强 成绩并不理想 难道好顺音会让你一个快乐男生 程度唱区10强的选手 成为全国8强5强吗 至于范本彤 唱了这么多首歌 风头出尽了 据说导师对战会被淘汰 所以廖昌永战队 真不知道谁能冒出来 难道是王泽鹏 还是周飞哥呢 李荣浩战队 算是整体阵容比较强大的 其中 网友们比较关注的 就是本季的颜值担当 蔡紫衣了 就以他的颜值 估计也能走得比较远 但不大可能是李荣浩战队的冠军 倒是最后加入进来的杨纯 可能会成为李荣浩战队的种子学员 貌似李荣浩就喜欢杨纯这种怪咖 加上杨纯又是原创学员 正对了李荣浩胃口 所以我推测 李荣浩战队的杨纯 很有可能在后期冒出来 至于刘琪 张艺文 邝宇等 存在感太低了 估计走不了多远 总的来说 今年的24强学员 没有特别惊艳的 这也是本季节目 让人最不能接受的一点 看来多半评分 4.8真的不远 现在赛程已经过了三分之一 后期即便有改善 也难以逆转 现在的颓势 看来第十一季 真的没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